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年里 有许多的良心犯被中共投入监狱 就在年末 硬汉无干被判八年重刑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有的让人怒法冲冠 有的让人长歌当哭 有的让人痛心不已 中共用一个个罪恶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永远的标记 但是 我们看到了无数良心犯的坚定和顽强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妻子 那些金国英雄们不屈的抗争 我们不会忘记已经失踪近一千天的王全璋律师 更不会忘记他那位坚强的妻子 我们非常清楚 无数的良心犯 他们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深陷淋余 他们是为了所有的百姓的福祉 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他们是在替所有中共统治下的百姓在坐牢 中共如此残酷的打压这些良心犯 把他们投入监狱 甚至采取卑鄙的手段谋杀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其他的人效仿他们 担心百姓追随他们 这些良心犯他们是中国的良心 他们更是中国民主事业的火种 中共为了维持它的独裁统治 前方百计的想消灭他们 想扑灭中国人心中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可以肯定 中共所做的一切最终注定是徒劳的 中共的倒行逆施 只能唤起更多的民众站起来 和他们的暴政对抗 对于被中共迫害的所有的良心犯 我们永远都充满了敬意 而今天我要特别把敬意献给深陷领域的李明哲先生 李明哲先生因为批判中共的专制统治 被中共的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五年徒刑 李明哲先生是第一位替大陆百姓坐牢的台湾人 他是为了大陆的百姓失去了自由 他在用他的不自由来替大陆的百姓争自由 坦白的说 对于李明哲先生是如何颠覆中共政权的具体情况 我所知甚少 但是我们从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的言行当中 慢慢的看到了一个令人无比敬仰的英雄 李静瑜说 追求理想必须支付代价 为弱者争人权是推动人类文明提升的必要奉献行为 李明哲明知山有虎 早就觉悟必须为此承受被认罪被囚禁的折磨 我们不心存幻想 如今只是坦然面对 我们没有权利抱怨 作为李明哲的妻子 我再次表达 我以李明哲的奉献为荣为傲 从李太太的勇敢无畏 让我们看到了李明哲先生的高尚品德 从李太太的执着顽强 让我们看到了李明哲先生的坚定信仰 感谢李静瑜 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还无法直接看到的英雄 通过您的言行 我们看到了李明哲先生的形象 古人说 娶妻当娶阴丽华 今天我们要说 娶妻当娶李静瑜 李明哲先生被中共的法庭审判后 台湾陆委会表示 此案凸显两岸在制度和法治及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 陆委会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 两岸的制度有差异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价值观的差异 却并非是两岸的差异 而是中共的价值观和人类普世价值的差异 李静瑜说的好 对于政治良心犯 没有法庭这回事 因为我们说的话 我们的价值都是根据我们的良心 是一个普世价值 是放逐世界都能理解的人权价值 仅此而已 讲李明哲先生入行 这是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挑衅 更是对大陆百姓的欺压和侮辱 台湾人民不能接受中共的这个审判 同样大陆的百姓也不能接受中共的这个判决 我们不会忘记和李明哲同案的彭雨华先生 更遭到了中共严厉的报复 被中共判了七年的重刑 虽然大陆百姓依然还在中共暴力的阴影之下艰难度日 还无法选择自己希望的制度 但就价值观而言 大陆的百姓与台湾人民并无二致 同样渴望平等与尊严 热爱民主和自由 李明哲先生被中共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但愿这个无耻的审判 会让所有对中共还抱有幻想 对中共暴政缺乏基本认识的台湾人 能够清醒 让他们知道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或许有人认为 只要谨言慎行 只要足够精明 只要不去让中共不高兴 台湾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和平生活 其实台湾民主制度的存在 每一天都得证明中共这个制度的邪恶 仅此一点 台湾就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 有人以为 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以所谓的智慧来应对中共 不要忘了 孟子还说 为人者为能以大事小 而中共恰恰是以残暴为能事 只有对待人者才能够以智慧相处 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残暴的统治集团 面对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摧毁台湾人民家园的强盗 单单凭借一点小聪明 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瓦解了中共 才是台湾人民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 李明哲既是帮助了大陆百姓 也是在帮助台湾人民 帮助大陆的百姓 就是帮助台湾自己 只有大陆建立了民主制度 大陆的民众获得了民主的权利 台湾才能有真正的安全 在中共窃取大陆政权的情况下 台湾不可能独善其身 中共重判李明哲先生 就是要恫吓所有正义感的台湾人 如果有人害怕了 那就中了中共的轨迹 李静瑜在庭审期间告诉他的丈夫 法庭审判的内容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在文明国度都是无罪的 其实李静瑜的这句话 可以告诉所有的台湾人民 告诉所有的大陆百姓 可以告诉全世界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距离文明越来越远了 中共统治大陆以来 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但从来都不缺乏忠贞刚烈之事 今天大陆民众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所付出的代价 绝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 为追求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今天大陆良心人士的牺牲 绝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众 所付出的牺牲 台湾人民能做到的事情 大陆的民众也必定能够做到 大陆民众承受的苦难 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 大陆的百姓 在和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统治集团 进行着生死搏斗 中共统治集团 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恶于一身 从古代的暴君到现代的独裁者 都是他们效仿的榜样 那些愚弄人民的阴谋权术 镇压人民的铁鞋手段 中共独裁者无一不用于残害人民 正因为如此 大陆的百姓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 大陆的百姓需要各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同样需要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不会忘记李静瑜的话 坦然面对折磨 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 李明哲已经正式展开他作为人权工作者 政治良心犯的生涯 我恳切地呼吁世人 持续给予他关注 不要让他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持续受难 李静瑜的这段话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今天的中国 有大量的良心人士 因为遵求民主自由而坐牢 只是 由于中共的新闻封锁 大陆的百姓对他们所知甚少 但是 一旦中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 大陆的人民一定无为感谢这位替大陆百姓坐牢的台湾人 李明哲作为第一位为大陆百姓坐牢的台湾人 我相信会有无数的人会永远记住李明哲先生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刻 我无以为报 尽向李明哲 李静瑜康里 送上最真切的祝福和最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 还有无数的良心人士 正在中共的牢房中遭受苦难 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勇士和英雄 李明哲先生 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我们会记住他们所有付出的一切 历史会见证他们的良心勇敢和付出 向所有为正义而坐牢的英雄们致以敬意 也向所有在牢狱外 支持丈夫的妻子致敬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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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